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要来跟大家分享第77单元 第77单元的主题是 静怀宫基予的悲剧人生 这个单元有两个小段落 第一个段落要来跟大家分享 静怀宫的悲剧人生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在上一次在12月17号的时候 我们在谈人说的第76单元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 命由天定,运流几生的静怀宫 静怀宫就是静怀宫的父亲 静怀宫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在韩元之战 秦穆宫抓到了静怀宫 抓到静怀宫之后 不久在穆基的哭哭啼啼之下 他就释放了静怀宫 所以静怀宫为了要表示诚意 除了承诺原来要让给秦穆宫的土地 河西八郡 有人讲说河西五郡 巫国城市通通要答应他 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儿子 这是他的独生儿子 这个人名叫姬羽 作为一个侄子 送到秦朝秦国去 来当做侄子 那静怀宫回国之后 好像变了一个人 从原来的一个 不守信力的一个人 突然之间 变得非常精力图治 所以把静国带上一个强国的地步 为了解好秦国 所以他也心甘情愿 把自己的太子 寄予 送到秦国去 来当做侄子 那秦穆宫对这个侄子 显然也情有独钟 也有可能是基于政治投资 因为他是静国的太子 那如果能够把姬羽好好照顾 说不定他这个太子 回去即位静国之后 他就能够得到一些的好处 所以秦穆宫对这个姬羽 可以说是非常好 因为他得到了河西八郡 或河西八个城市 或五个城市 他不仅把河西五个城市 或河西八个城市的管理权 全部给姬羽来管理 同时又把韩谷关这个地方赏识给姬羽 所以这也是秦国不能够过出韩谷关的一个延龄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又把他自己最钟爱的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叫淮云 要把淮云公主许配给姬羽 那许配给姬羽之后 姬羽在秦国过了大概六年到七年的时间 没有多久他接到父亲的信 说他已经病重了 希望他赶快回去 所以在位十四年的姬羽 在在位十四年之后 这个晋惠公已无病重去世 那姬羽呢 当时可能是因为不信任的关系 那也可能是很多原因 所以他来了一个不告而悲 所以他抛弃了他的夫人 就是怀迎 所以偷偷的跑回禁国 偷跑回禁国这件事情显示 秦穆公虽然对姬羽很好 但是姬羽显然不太相信秦穆公 连要回国继位的 也都不敢跟秦穆公讲 事实上他如果跟秦穆公讲 秦穆公说不定 也会派兵附送他回去 当禁国国君 可是姬羽并没有这样做 说的也是非常巧 另外一位春秋五霸的霸主 这个人叫做宋相公 在晋汇公去世的这一年 宋相公也去世了 宋相公在位也一样 跟晋汇公一样 也一样在位14年 所以他们是同年即位 同年去世 那因为这两位春秋五霸的君主 同时去世 就空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那也给后来晋文公称霸了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晋怀公的悲剧 某种程度来讲 有很大部分是他的父亲 晋汇公造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晋汇公的安排不当 他明明知道了 自己的儿子在晋国 完全没有根基 但是他并没有移命来扶走 并没有找了哪一位大臣 来扶走姬羽 那也没有偷顾大臣来扶走他 同时呢 他就任凭这个姬羽 因为没有人 也没有老师 也没有大臣来扶走他 所以任凭了姬羽 回国之后呢 就无作非为 因为在春秋时代呢 很多大的国家 像晋国啦 像秦国啦 或像齐国 像鲁国 这样大的国家里头 他的很多贵族之家 贵族之家 作为贵族的人啊 他向来呢 都热衷于分散投资的风险 因为呢 未来继任国军 不知道是谁 所以呢 在这个晋国内的清代户之家 他们呢 历来就是非常热衷于 这个所谓的 风险投资的分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各个家族呢 有些人呢 是跟着晋汴公 有些人跟着宜污 有些人跟着晋汇公 有些人跟着晋污公 那也有一些人呢 是跟着这个 长公子 所以呢 在晋国期 他也非常热衷这样的事情 那因为热衷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兄弟呢 各自支持各自的 父子也各自支持各自的 那过去的管理呢 那就是说 这些贵族们啊 他会看看 国君的这些公主 公子们啊 究竟哪一个比较强 啊 如果哪一个比较强呢 他们诸侯呢 他们诸侯的诸侯 这一大夫就支持谁 所以彼此之间呢 维持一个非常 很奥妙的一个平衡的关系 所以呢 即使已无继位之后 他也没有 除了去追杀晋汝公之外呢 他对于追随晋汝公的这些大臣们 也都没有动他 也没有动他 那包括晋汴公呢 他虽然派刺客去刺杀他几个孩子 但是对于这些大家族 不管你是追随老大也好 追随老二也好 追随老三也好 这些大家族他也都不动 也都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呢 这是晋国贵族的传统 晋国贵族的传统 就是分头压宝 以我们现在的讲话 就是所谓的分散投资 分散投资 那晋汇公去世之后呢 这个晋汇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雀氏家族 那雀氏家族当中呢 雀瑞那是一物的使党 所以后来也变成晋怀公的使党 那从离籍之段开始呢 大家就跟着分头压吧 那例如说这个雀骨雀真 雀骨雀真 他的兄弟雀骨雀真 他却是崇尔所相信的心腹 所以在兄弟之间 有一些人呢 是支持义武 有一些人是支持崇尔 那同时呢 他两个舅舅 这个呢 胡途 胡途呢 是晋雲公的外公 也是晋汇公的外公 那胡途是支持晋献公 所以后来晋汇公几位的时候呢 也非常重视胡途 但是胡途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胡远 一个叫胡毛 他们都是追随晋隆公 所以他们是各自追随的 但是呢 这个晋怀公回去之后呢 这个基乙回去当政国军之后呢 他发现他的二伯 他的二伯 这个崇尔的势力越来越大 所以他就心慌意乱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所以呢 他除了派刺客 去追杀崇尔之外呢 他为了让这些贵族们 能够投靠他 所以他下了一道命令 就是要这些老臣们 写信 把自己的子弟 通通从崇尔之门叫回来 如果没有叫回来的话 全家猝死 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原来追随 这些二伯从崇尔的人呢 全部都给我叫回来 如果不叫回来的话 全部都以判国罪论处 所以呢 他为了做这件事情 那因为胡远跟胡毛 都是晋怀公非常得力的干部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就是胡途 那胡途呢 却是在晋献公所下 后来在晋慧公所下 那最后呢 又当了晋怀公的大臣 所以呢 这个晋怡呢 就不分青红照白 就把这个胡途呢 就把这个胡途呢 把他下大狱 下大狱之后呢 要求胡途呢 命令他两个儿子 胡远跟胡毛呢 一定要在献起归国 如果不献起归国的话 全家猝死 全家猝死 就下了这个一道命令 但其实胡途呢 如果占辈分来讲 胡途呢 这个晋怡应该叫胡途 叫什么呢 应该叫他呢 这个曾外公 也就是说胡途的辈分非常高 在这一年啊 从而已经六十一岁六十二岁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他外公的胡途 少说也有八九十岁 少说也有八九十岁 所以他逼迫一个老人家呢 叫他的孙子 叫他儿子们回来 那这个胡途呢 他就不愿意干 胡途就不愿意干 胡途就跟他讲说 我们贵族家有一个传统 有一个传统 有一个这个传统 有一个什么传统呢 就是说 子孙们各支持各的 彼此都不过问 而且在支持 在他担任公子的牧客的时候呢 他必须怎么样 他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检册上 因为在春秋时代已经有检册了 就是他其实已经有那种 刻在竹子上面 就要必须要把自己的名字 刻在检册上面 那刻在检册上面之后呢 还要到神明前面的历史 历史什么 历史效忠 他说这是一个传统 他说我的两个儿子呢 他们已经把检册了 把名字写上去 又跟所谓的你的二伯 晋伦宫从而 从而在外面 又流浪了十几年 你现在要他被判 晋伦宫的话 强人所难 就好像呢 我一样效忠你 但是呢 也没有人 因为 从而也不会因为我效忠你 就把我干掉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 你现在居然下了这个命令 叫我把我的两个儿子叫回来 这件事呢 万万做不到 你要杀就杀了吧 所以呢 这个基宇呢 一看了这个老外公的外公 他的真外公 居然不听他的调遣 所以非常火大了 就把这个老人家 就被他干掉了 干掉之后呢 所有晋国的贵族呢 全部投靠了从而 也就是他发现了 这个晋淮公 这个年轻小伙子 虽然人气轻轻只有二十出头 但是心很熟辣 收杀就杀 居然把他的外公 外公的爸爸给他干掉了 而且居然把他的族呢 给抄了 所以呢 这个举动呢 就把晋国的贵族 大家人人自为 所以大家都不想上朝 不想上朝 就看好戏了 那因为这个基宇 又从秦木公那里逃走 所以秦木公呢 本来就对这个 女婿对基宇呢 就觉得说 这个小孩子 怎么那么不 怎么那么不懂事 要离开 也不打个招呼 居然把老婆给抛弃了 居然自己 偷偷的跑回晋国去 这是真的 岂有此理 所以呢 他其实 梁子呢 老早就跟秦木公结下了 回去之后呢 他又做了一件 非常错误的事情 也就是怕把这些老臣们的家属 全部干掉 所以这件事情呢 让他呢 在晋国呢 非常不得民心 不得民心 所以当时 连晋国一个老臣 这个老臣呢 叫郭炎 郭炎 郭炎是晋国 在晋献公时代呢 帮晋献公出车 郭炎 郭炎呢 听到糊涂 居然被这个新上任的国君 年轻的小国君呢 给干掉了 所以呢 这郭炎呢 就感叹的说 他说民不见得 唯禄是文 就说了 这个国君呢 还没有什么德行 还没有什么好处 还没有什么做 还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 居然呢 唯禄是文 居然把老臣们都干掉了 他说做这件事情呢 难道会有后代吗 说难道会有后代 民不见得 唯禄是文 其和后之有 也就是说 这样的国君 难道会有后代吗 所以郭炎呢 也是可以说是非常气愤的 说你居然 不懂晋国的传统 各自压宝 你居然把各自压宝 全部都干掉 那你是不是把你的大臣们 都推向你的二伯那边去吗 都推向你的二伯那边去 那现在就是为什么晋怀公的基于呢 他会做这种动作 当然我自己是觉得说 其实是需要怪一下 他的父亲晋惠公 所以晋惠公也是一个 虽然是他回到晋国之后 最后那六七年当中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对于继承这件事情 却没有安排 因为晋怀公呢 如果春秋时代 晋国的国君的话 晋怀公呢 他算是第二十一任 二十一任的君主 然后他的母亲呢 是叫做小龙子 他的母亲是梁国人 是梁国的国君 那梁国的国君呢 他其实也姓盈 也就是梁国国君呢 他其实跟秦国啦 他是同一个祖先 同一个祖先 因为周平皇呢 把秦重的一个儿子 封在梁 所以呢 梁国的国姓也是姓盈 这个小龙子呢 就嫁给了姨吾之后呢 因为姨吾被迫出亡 所以呢 姨吾呢 就跑到了梁国去避难 梁国呢 就把他的女儿 叫梁姬 把这个梁姬呢 就嫁给了姨吾 嫁给姨吾 不多久呢 这个梁姬呢 就怀孕了 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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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一个 被追杀的一个王子 被追杀的一个王子 怀孕 怀孕了 怀孕了 到了 育产期到了 可是呢 梁姬却没有生孩子 育产期到了 就过了育产期 所以呢 这个姨吾呢 非常的紧张 所以他就找人来看看说 究竟怎么回事 不过当时医学不发达 所以他找的不是医生 他找了一个算命师 来跟他看看说 我这个 我老婆这个怀孕 为什么过了遗产期 还没有生孩子 结果他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算命师 这个算命师 这个算命师呢 他是一个 一对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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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叫捕图 捕招妇 这个 儿子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反正过去呢 职业是一家传的嘛 所以这捕图跟他孩子呢 就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在梁姬 这个 梁营的这个 前面呢 捕了个挂 捕了个挂 就跟这个 晋慧公讲 就跟这个姨吾讲 说恭喜恭喜 那你的 你的夫人呢 怀的是一对 龙凤胎 怀的是一对龙凤胎 所以呢 过不久就要生产了 首先恭喜呢 这个姨吾公主 公子啊 你有后代了 但是有个不幸的消息 根据这个挂象显示 你这对龙凤胎 男的人啊 男者为人臣 女的为人妾 也就说这个男的呢 可能啦 就是将来只能当为臣子 但是没有办法当国君 你的女儿呢 将来也没有办法当正妃 只能当妾 所以男为人臣 女为人妾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他就跟他讲 结果没有多久呢 这个梁营 也就是梁姨 果然生出了一对龙凤胎 果然生出了一对龙凤胎 所以呢 这个姨吾呢 这个姨吾呢 就把这一对龙凤胎 男子呢 就把男生呢 就把他命名为姨鱼 鱼的意思呢 是观起来的幸福嘛 我们上次曾经跟大家分享这个字 围起来幸福 那周朝 根据周朝的制度 就是管理羊群的这种人 叫做牧羊人的管理员 叫做羽仁 所以他就把他命名叫做姨鱼 阿爸这个女生 就命名为姨妾 因为他没有正妃的命 只能帮别人小老婆 所以就把他命姨妾 就是这一对龙凤胎 所以呢 这个补算卦很有意思 就是当时他找了人 替他老婆看说 为什么过了遗产卦还不生 那过了遗产卦还不生呢 可能是比较少见 可能在那个时代比较少见 所以呢 这个补召妇呢 就跟他看了一下的时候 他儿子就先讲了 他就看了说 根据这个卦象 这个妇人呢 是一个龙凤胎 结果爸爸来看一下说 不仅是龙凤胎 而且男的为人臣 女的为人妾 所以呢 做父亲呢 就把他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一个叫姬鱼 一个叫做姬鱼 一个叫做姬鱼 姬鱼 这个名字当然做个国王来讲 好像不是太好的名字 好像不是太好的名字 那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几个原因 我自己猜想 第一个呢 这个姬鱼呢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居然 后来会当国王 为什么 他等于是上家之犬 他的父亲要来追杀他 他上面还有一个二哥呢 从来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呢 他大概从来都没有想到说 他自己有一天 能够回国 继位为秦 继位为进宫 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既然说 这个古卦人说 这个孩子 将来是为人臣 为人妾 干脆就按照这个取名吧 所以一个叫起名叫姬鱼 一个起名叫姬妾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过去台湾人 有一个传统 农村人有一个传统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 取一个贱名 我们有一句成语叫贱名好养 就是名字起得越贱越好养 农村过去的习俗 所以呢 生男的 常常叫狗屎 牛屎 或是石头 马尿 常常过去有这种名字 为什么 贱名好养 那生女生呢 就叫什么 往氏 往妖 阿草 阿花 过去农村的传统里头有这个 其实这不只是台湾农村的一个习俗 这个习俗 可能淵远已久 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原因 就是说 为什么 一个堂堂的 国王的三公子 居然会把自己的孩子 取名叫姬云 姬妾 很特别 那我认为这可能也是有这个原因 他是为了让这个孩子能够长大成人 所以就起个贱名 取个贱名 这个贱名就是一个硬卦 就既然只能做人臣 那就叫姬云吧 既然只能做人妾 就叫姬妾 就这样命名 所以呢 果然 果不其然 韩年之战结束之后 这个姬云 就真的被送到秦国去当侄子 到秦国这样当侄子 这云呢 也有一个意思 就被关起来 侄子的意思就被关起来 同时呢 他把原来答应秦慕公的何希的八成 或者何希的五成呢 让给了秦慕公 又把这一对双胞胎 当着这一对双胞胎 大概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 也就是把这一对苦命的孩子 就送到秦国去当侄子 那秦慕公呢 当然 对这两个孩子 应该算是非常好 应该是非常好 我刚刚给各位提到秦慕公呢 把这个晋国送他的武作城市 全部给姬云来管 不仅如此 而且把韩谷关这个地方 也送给这个晋国来管 所以说实在来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秦慕公这个人是非常大度 非常大度 而且把自己的还没有出嫁的女子 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呢 叫做华盈 根据历史的记载 秦慕公可能有三个女儿 那第一个女儿叫做 第一个名 一个叫华盈 另外一个呢 可能是秦慕公木姬所生的 这个人呢 叫简笛 就我们刚刚跟各位讲 上一次时间 那另外一个呢 叫弄玉 那这有三个女儿 所以呢 秦慕公呢 秦慕公对这个姬云呢 其实算是相当不错 那韩年之战结束之后呢 一直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 姬云才作为人职送到秦国去 他在秦国呢 前后待了五年到六年的时间呢 一直到他的父亲呢 这个秦慕公了 病重之后 他才呢 跑回禁国去 而且这跑回禁国呢 他并没有报告 所以呢 偷偷跑回禁国 跑回禁国 所以这件事情啦 其实对秦慕公来讲 应该是算蛮伤心的 应该是蛮伤心的 为什么我那么样的 宠爱你 那么样的信任你 但是你却一点都不相信我 一点都不相信我 你明明跟我讲一下 就可以回去了 那为什么呢 没有讲 不告而被 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 在这张图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在右上方 这是晋慕公的剧照 这个中央电视台 他有一个专门拍春秋剧的剧照 那在下面是一张图 这张图里头就讲说 晋慧公生病了 然后进淮公跑回去了 那这张图呢 其实是一个漫画 一个漫画书 一个漫画书 是大陆出版的一个漫画书 他是用漫画来说历史的 他就讲了这个故事 那在左边的这里头呢 就我们可以看到 是晋国跟秦国的年龄图 就情境之好 我们来看最上面 齐桓公的女儿叫齐江 齐江原来要嫁给晋武公 但是当时晋武公年纪非常大 所以齐江嫁给他之后呢 齐江晋武公之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那晋武公的儿子呢 晋献公 一看这个妃子呢 非常漂亮 所以就娜娜 就娶了他 所以齐江呢 叫了两个老公 这两个老公是父子 嫁给了晋武公 又嫁给了晋献公 嫁给了晋献公之后呢 齐江生了一对双胞胎 男的叫做木姬 就是薄姬 男的女的叫薄姬 那男的呢 叫做生生 这两个人都长得非常好 但可惜后来 齐江先去世了 那木姬呢 后来就被晋献公 嫁给了秦木公 所以秦木公有个孩子 叫怀迎 这个怀迎呢 是秦木公的三个女儿当中的一个 这个女儿呢 他先嫁给了晋猥公 做了六年夫妻 那有一说呢 他跟晋猥公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叫什么 有这么个说法 那之后呢 他又嫁给了晋献公 嫁给了二宝晋献公 晋献公起怀迎的时候 晋献公年纪已经六十几岁了 怀迎当时可能是二十三岁 二十四岁 大概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年龄 那晋献公呢 怀迎是晋献公娶了最后一个女子 但是却第一个被迎回晋国 立为正妃 所以呢 这个怀迎呢 不得不说 这个人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所以呢 他就变成 从怀迎这样一个名字了 就变成文灵 所以文灵跟怀迎 其实是同一个人 那为什么怀迎当时 他已经跟姬羽做了六年的夫妻 至少五年到六年的夫妻 而且他们可能有生了一个孩子 那为什么他最后 当这个姬羽呢 跟怀迎讲 说他想要脱爬的时候呢 怀迎没有阻止他 也没有跟他讲说 你可以跟我父亲讲 说不定我父亲会派兵回去 这个怀迎怎么说呢 怀迎说 你作为一个侄子 心中一定非常苦闷 现在有一个机会 你可以回国去担任国君 你的父亲已经重病了 你若不回去的话 晋国人可能立别的孩子 来当做国君 所以你要回去的话 我绝对不会阻止你 但是呢 你要我跟你回去呢 我是万万不能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两个人婚姻呢 是什么婚姻呢 是叫政治婚姻 我的父亲把我嫁给你了 最重要是要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你现在跑回去了 我又跟着你跑 那我就变成不孝之女了 但是你为了要回国去做大宅宏徒了 我基本上不阻止你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着你回去 所以呢 你要走的话 你就走吧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跟你跟你回去 但是你就好好的回去 我不会把这件事情 跟秦穆公 跟我的父亲秦穆公报告 你放心 我不会走漏风生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就是呢 这个姬云呢 就回到了晋国 回到晋国 回到晋国 但后来秦穆公当然知道 回到晋国 所以呢 所以呢 在刘相的《烈女传》里面呢 就写了一段话 就是说 作为一个两国的政治婚姻的一个敦牧大臣 华盈可以说是做得非常成功 第一个呢 她知道她的丈夫呢 要回去当国君 所以没有阻止她 可是她又不能跟她去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不告而卑 不告而卑 所以非常称赞华盈 而且把华盈 类入这个《烈女传》里面的这个结义篇里面 结义篇里面 就非常称赞她 后来秦穆公又把华盈 嫁给了晋公子崇俄 那嫁给晋公子崇俄呢 那嫁给晋公子崇俄呢 的时候呢 她又能够发挥她非常大的功劳 非常大的功劳 所以呢 明朝有一个人 叫吕祖谦 李祖谦写了一本书 叫《东来博弈》 这《东来博弈》呢 就是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李祖谦在《东来博弈》 过去呢 中辟在念高中的时候呢 这个国文老师说 中辟啊中辟 你如果是想要 这个作文图分门禁 要去读一本书 这本书叫《东来博弈》 所以我高中就读过这本书了 那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呢 叫《子语陶规》 就是李祖谦写的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评论这个子语陶规 就是《子语陶规》 这件事情 他的结论是这样 他的结论是这样 他的结论是说 为什么《子语陶规》呢 因为怀迎跟他之间是政治分音 所以没有爱情 所以怀迎并没有缺 留下来 眼睛就在这里 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这是李祖谦的结论 他说怀迎跟这个 虽然跟《子语》之间做了五六年夫妻 但他知道这个是政治分音 所以没有爱情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是这样讲 但是清朝有一个学者 他说 他们之间不可能没有爱情 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爱情的话 基于为什么要把 要偷偷逃走这件事情呢 告诉他的太太呢 怀迎呢 显然他们之间有一定的信任基础 有一定的信任基础 当然怀迎不可能未卜先知 不可能知道说 他回去之后会被杀 大臣 他当然不可能未卜先知 所以这件事情 不能用这件事情来怪说怀迎呢 他跟基于之间的没有爱情 这是后面人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怀迎后来又嫁给了晋文公 所以呢 这是晋怀公的一个悲剧人生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环境 在他心里的不安感应该非常多 他是在父亲逃亡到梁国之后所生下的孩子 然后呢 在怡吾回到晋国之前 在回到晋国之前 基于呢 就一直呢 在梁国的手下办事 在他在秦国当作侄子的时候 这个梁国呢 又被秦国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梁国 我刚给各位谈到 梁这个国家呢 他原来是姓盈嘛 他姓盈 但是这个国君呢 梁君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嗜好 这个嗜好叫大兴土木 所以这个人呢 是个土木工程师 所以他有事没事呢 就大兴土木工程 所以呢 就喜欢盖房子 那喜欢盖 国君喜欢盖房子 他用就征收名利 所以据说他用了很多民夫 去拿盖房子 这个房子盖完之后去盖城墙 所以这个国君是非常喜欢盖房子 但盖房子可能没有给钱 可能没有给钱 所以搞得呢 梁国是个很小的国家 梁国是个很小国家 搞得梁国的国民苦不堪怜 这个一个工程完了 就下一个工程 工程完了就下一个工程 所以这些盖工程的工人 就因为没有拿到薪水 所以就想说这个再不逃走的话 可能老命不保 所以很多的梁国的这些人员 就跑到秦国去 为什么跑到秦国去呢 因为梁这个国家 是在靖跟秦中间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就跑到那边去 跑到那边去之后 然后为了要跑到那边去 所以放出一个风声 放出一个风声 是什么呢 是梁国迟早的魅亡 魅亡他的是谁呢 一定是秦国 放了这个风声 所以当时有一句民间的歌谣 就说秦必媚良 所以这些工程跑到秦木工那边去 秦木工一想说 这些人跑到跟他告状了 所以秦木工可能是基于义愤 也可能是基于想要併吞土地 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秦木工想说 那这样子就好吧 那我就替你把这个国家媚了吧 所以秦木工派一支军队 就把梁国给消灭掉了 把梁国选消灭掉 就把梁王给抓到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基于作为 晋国侄子的第二年发生了 但是当时消息可能不灵通 所以呢 这个基于就想说 我的父亲呢 被秦木工抓住 当了一年的侄子 实在是其此大入 而我的母亲之国 我的母亲之国 又被秦木工给灭掉了 所以呢 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风声 所以他到秦国去当侄子 虽然秦木工对他很好 但是他还是无法相信 秦木工是真的帮他 然后他一想到说 他的父亲马上就挂掉了 然后他内武在晋国呢 完全没有人帮助他 在秦国呢 也没有人帮助他 然后秦木工呢 又抓了他的父亲 又媚了他母亲之国 他心里说不定这样想 我如果告诉秦木工呢 会不会连我也挂掉 因为我没有私利 当时国家呢 是要讲这个私利的 所以呢 他就造成了他一定要逃跑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说 秦木工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 寄望基于回去之后呢 变成为禁国 国军的之后呢 可以跟秦国联合起来 打天下 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一直想到说不好不好不好 所以一个人的信念非常重要 所以他回国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 就把那些可能反叛的大臣 全部干掉 然后呢 所以这当然搞到天怒人了 他没有自己的班底了 那甚至他最不应该是 把糊涂给干掉了 为什么糊涂是他真外祖父 他的父亲呢 一无就是糊涂的女儿 糊涂女儿 把这么亲的一个老人家 而且糊涂当时呢 那一年呢 这个 从而已经62岁了 糊涂会几岁呢 糊涂要见他外公 那少不得呢 如果过去人呢 一个人15岁要生孩子 可能也90岁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呢 他的悲剧呢 有一大部分是他的父亲造成的 有一大部分是他的个性造成的 所以我们第一段里头 跟大家分享 这个近怀公基于的悲剧人生 我们休息一下呢 跟大家分享他的太太 怀迎究竟是什么一个女子 我们休息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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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